全台飙高温 连三太子也热到昏倒了 23号民众直击桃源大西的福人公举行绕镜活动时 在庙前表演的三太子舞跳到一半直接热到昏倒 害旁边的工作人员吓到立刻上前观察状况 而这段影片曝光后 连网友都说 现在恐怕是神明护体都挡不住高温了 庙城前三太子手舞足蹈顶着大太阳卖力演出 但三太子转圈后却逐渐往后退 接着重心不稳 应声倒地 庙会人员见状赶紧上前观心 原来是天气太热才会不知倒地 23号桃源大西福人公正在举办绕镜活动 宫庙找来三太子表演 没想到表演到一半天气真的太热了 加上身上的三太子人偶装实在过重又密不透风 因此热到昏倒 三太子昏倒当下正好是24节气中的大暑 当时大溪气温高达33.1度 许多网友看到三太子热婚都觉得太辛苦 直说就算有神明护体也没办法挡住高温 神将里面的温度绝对比外面高 镇头人员真的辛苦了 还有人说这样真的会出人命 近日气温飙升 吕创新高 连三太子都难抵热浪 记者林柱强桃源报道